7樓停車已落伍 市長改革重點務 市長改革重點務 我們就到台北市的停管處 去拜託台北市的承辦人 他們的計劃叫做機車退出7樓還有人行站 那是以每一年24公里來做一個主要的計劃推動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的一個基隆市議會 基隆市議會裡面大量的議員他們其實長期完全沒有交通改革的一個專業 完全沒有人本交通的一個觀念 我們看見的是包括現在民進黨的這個議長 童之偉議長 那過去在他擔任議員的期間 就針對我們基隆市的那個最長 人家說最長的我們循環站前面的這個行川線 他一直說因為有這個民眾大家反應 機車 汽車會騎上這個路邊的一個原石 所以要來把這個原石的櫃灘來拆除 我們完全不會反對增加停車格位 但是你的停車格位呢 要合理的做出來 不應該不亂的施政 我舉個令塔 當我們的食用油補購的時候 我們會讓具有安全疑慮的地溝油就利和保 市政府他們同樣為了管理這個騎樓的停車的問題 以及商家營業的問題 他們在騎樓上面貼射的這個紅色圈起來的這個貼紙 直接在上面標示說明確的標示空間 哪邊行人可以走 哪邊機車可以停 哪邊商家可以停業 這樣子才是一個真正的一個管理的制度嘛 如果我們把騎樓做得更好 我真的覺得需要大家更多給我們好的意見 好的意見我們就會來做 像這個就是沒有爭議的點 好的意見就可以了 好噢 好燒 好燒 很新鮮 好燒 好燒 你們 很可憬 很想要